这个时代呢 挑战非常的多 那这个挑战呢 主要是在哪几个方面呢 一个就是变化 非常非常的快速 所以呢是非常快 而且我们常常讲是大洗牌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也许你原来呢 做得很成功 就是事业做得很好 那但是呢 因为这个时代 有非常多的变化 所以呢我们呢 不光是中国还有美国 就是世界各地都面临 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我们常常讲是说 现在大家口头 比较喜欢讲的就是风口 就是说哦 这个企业怎么上得那么快 因为他们在风口上 可是呢我希望呢 说今天呢 我不光是跟大家讲一些统计 一些理论 一些新闻 那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呢 也就是说我蛮 也是神护召 我就说哎 我对这些高薪科技的东西 特别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优势 那所以呢 我就当初我们做这个 火拳电脑的时候 实际上蛮早的99年 那实际我们96年就开始做 那当时不叫火拳电脑 那时候叫 因为大家从国内来都很喜欢 做进出口 刚开始也尝试做一点进出口 也就是接待也有接待过那一些的来宾 但是我后来觉得我个人还是蛮 觉得是说我对高克机很有兴趣 那当然后来呢 是因为也看到除了这个 这个industrial 就是除了这个 我们讲是说 general business 我们也找到一些就是vertical 说哎我特别瞄准哪一个行业 来做一些的产品 那另外我17年开始做一个众筹 那众筹我后面也会做一些的分享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也不是说什么样都要去做 基本上呢 我下面也会讲说我的这个思路 给大家有些借鉴 那当然呢就是大家讲是说 这个挑战是不是只对大公司 只对小公司 实际上都有 当然大家知道说 Walmart现在也很多 也关掉好多家 Amazon对它的冲击 网上的冲击很大 虽然他们也有网上的购物 但是不是那么够 力度不太够 SIRS也关掉很多家 而且最近裁员很多 那所以这个呢 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事情 还有呢现在这个挑战 这个竞争呢是跨界的 对不对 就你原来是做某一行 那突然跳出来一个人 他不是你原来认为说 你原来竞争这个就那五家主要的 但是现在呢就是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跨界来竞争 所以非常非常普遍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淘汰很快 比如说哦 那这个胶卷可能是 很多年前的事 那后来数码相机 你如果不跟的话 那么大的企业整个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说 CGIN现在被MP3了 还有就是地图 现在哪有人去看这个 很少 那GPS 所以这个整个的 还有你是说 哦那我是坐这个计程车 我是计程车时机 那我比较稳 也不会啊 现在大家都走平台 像在美国是Uber 对吧 在中国是滴滴 对不对 非常普遍 就是说这个已经融入人家 大家的生活 所以不光是你自营 还是你自己在上班 所以就说这个都已经融入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生活 那所以呢 以前的人家觉得说 啊我要只要有个上个好大学 有个专业 我就可以吃一辈子了 现在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 哦我这个公司很好 我待在那里一辈子 或者是我做生意 像人家说是老乔 啊以前老乔 只要哪怕有个十万二十万 开个大管也好 都是赚钱的 比较 还是比较容易 但是现在呢 就不一样了 能很大的竞争 所以你不需要有个眼光 这个眼光 你的眼光从 我们讲说从小鸡 要变老鸣 你要飞起来 要飞高一点 看得远一点 就像我买这个地方 原来在辉坎对面 然后我们做高科技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是说 我要一个更适合的地方 那时候大家觉得很偏 那时候辉坎最热 大家说 哎呦 怎么不是搬到那么偏的地方 就几个block 哦现在每个人说 哇你好有眼光哦 所以我们要看得远一点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的商业模式 我们常常做企业 就想说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那你的商业模式从哪里来 是从你的思维来 从你的眼光来 所以你不需要有一个花样时间 所以有人讲八十二 就是说你除了买头苦干 你要有喝出来 大概差不多二十percent的时间 你要去看这个趋势是什么 你要去思考 在你的企业你怎么去突破 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这个有看过 看过这张图的举手一下 有看过 这个呢是现在就是我在讲AI 就是说这个是中央电视台的 有两个主播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这是一个男生 你如果去YouTube看 他是合成出来的 所以不用给他付薪水 不要付insurance 当然有需要开发费 那讲中文英文都讲得很好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你不一定是企业 对你个人是一个挑战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 很多的国内很多 无人银行都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 It's a time 就是说已经现在 已经是不是很早 但是你现在醒过来 还来得及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图 有吗 看过就举手一下 这张图呢 是沃玛最近做的 那个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呢 它可以扫码 就不要 现在都不是 那个人工去扫码 这个东西在架子上 有多少 对不对 那他在下面呢 是扫地啊 下面就自动扫地 所以呢 他们会大裁员 那他们在一个地方试点 他在那个试点 就差不多花了 五千多 一千六百多万 那为什么沃玛 他已经这么大 他还要投资这么多钱 只是在一个location 大概只试行几个store 他就要花这么多钱 还不连他开发的费用 就说明是说 他看到这个竞争 他如果不跟上的话 他就被淘汰 那为什么这些人 都喜欢用高科技 是他们个人喜欢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但就是被逼了 对吗 因为人家用高科技 他的成本这么低 他的利润才高 就像我有时候 也从世界各地 我都看一看 他们就说 郭台铭 他们的企业很好做 他说他那个 一个item只赚一分钱 他的走量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是说 哇这个就是 现在大家就是说 这个企业就是说 竞争价钱越来越低 那人工越来越高 那在中间这样 就老板他的这个利润 越来越低 对不对 那你怎么生存呢 那你必须要突破 那你就要想办法突破 那么就是说像这些 你怎么把customer service 做得更好 更少的这个错误 更高的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说挑战 但是说光讲挑战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呢 那当然很多人想是说 哎呀 Amazon多那么大 那我们还有什么机会 那我今天希望 我今天讲的呢 是能启发大家 如果我们来讨论是说 我们在这里的大部分 都是中产型企业 那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好不好 这也是一些很实际的 那你有些人会觉得 噢他们怎么已经做得那么好了 那我哪有机会 如果你做怎么样的 那或者Apple已经做得那么好了 那这些都是一些大型的 比如说Google 那这几个也都是跟高科技有关的 那他们成长很快 那有些人会跟我讲 就是说啊 这个internet泡沫 那这个是十几年前 那时候就是说 大家那internet不是那么成熟 就像我们刚刚差不多99年 那个时候 那大家呢就是说 我也经历在那个时代 哇有些人就是 大家觉得internet很好的项目 所以有的人就说 Grace我先把资料给你 我还没有想起来 做什么 你先把钱拿 我想好了再来找你 那个时候是有这样子 但是现在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可能有一段时间是说 噢好像可能是 这个人要鼓的这个价值 比你的实际的价值要高 但是现在呢 实际上internet是 越来越solid的 那所以这些的公司 那他们呢就是成长很快 那所以我在讲机会 那大家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公司 叫PTSY 那这个公司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它跟Amazon很类似 那当然我后面讲 我们也做这样的平台 那它是怎么呢 它走vertical的路线 那它有没有生存空间 它做的上市了 OK 它怎么做vertical的那个路线呢 比如说Amazon 它是从卖书开始 它现在什么都卖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呢 是相当于是说 它就是比较手工式的东西 但是呢 它的Rate Amazon便宜 比如说Amazon凑14% 它只凑8% 那有人也试试看 OK 那么它呢 也现在做得蛮好的 OK 所以呢 就是说 你是不是有机会 我现在在一个大范围的讲 那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是说我们商业会 要这个 要sign document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以前都是上一网了fax 然后来email 对不对 现在就更快速了 那这个快速呢 就出了一家公司 叫DocuSign DocuSign 就是说它是把这个DocuSign 就是更活化了 就是你平时是 哦 你要印出来 sign scan的 放过去 对不对 发个email 那这个呢 就是说更快捷 OK 现在保险公司都在用 哦 保险公司在用 那这家公司上市了 你们也在用这个 所以就是说 我跟你讲的意思是说 你可能看是说 哎呀 他们这么大公司 我怎么有机会 我认向其他 就是说 它就 它就 主要是这个产品 对不对 你找了一个niche 那你去来开发 甚至还有一个square 那比如说 像传统的生意 那你Pos很多 大家就刷卡很普遍 但是呢 他们就做了一个app 然后呢 上面一个小小的 那他们也上市了 你说Pos都几十年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创新 我讲的意思是说 你是现有的企业 你怎么去更新你 或者是完全的一个更新 当然大家知道Facebook 这些 那你Facebook 它不是第一个创新 这个 Idea的 那时候有个叫 MySpace 对不对 比他做得早 但是呢 他做得更好 那他就起来了 那个就早 比如说那搜索引擎 Google是第二 原来是第一个是 Yahoo出来 但是呢 他觉得搜索引擎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怎么搜索 当然大家都在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 你怎么把它 最相关的东西 快速的 最快速的把它做出来 把它体现出来 那Google后来 他的技术就比较强 那他就成长了快 Yahoo就慢慢慢慢 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所以呢 就是说 当然像Yahoo page 他也上市 他原来是paper的 但是他上榜 对不对 那当然呢 Yahoo做得比他更好 所以就是说 我是希望是说 今天呢 我们这个seminar 就是说你能 给你一些其他 就是说 第一个 你如果没有wear 是说 你好像需要 更新的 我希望今天 能帮你摇醒 Without 你需要用一些 更高科技的东西 那如果呢 你在这个 你有这个概念 但是呢 你不知道 切入点在哪里 也盼望今天 我们可以 对你的影片启发 那这个呢 就是说 一般呢 我们分这个商业模式 就是服务型 产品型 平台 当然还有中间商很多 那我基本上呢 就是说 当然有些人能选一个 那我和全电脑 基本上选的是 服务型的一个模式 服务型呢 那就像你种菜一样的 OK 肯定种个小青菜 两三个礼拜 就可以吃了 就是说 风险相对不是很大 但是呢 你收成比较快 是这样 那当然呢 我的focus 我有narrow-dub 是做高科技 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这方面啊 我觉得 门槛高一点 竞争少一点 当然呢 这是好处 坏处是说 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 那产品型 那我自动化的公司 我就是走产品的一个道路 这样子 那平台型呢 这个时代平台 我们可以说是平台的时代 那当然不是说 没有产品 产品会在平台上 服务在平台上 那我后面有个讲 是说 我也是神医给我的智慧 就是我做了一些平台 这样子 那我不太没有特别去做 中间上这一块 现在中间上 因为这个digital很厉害 所以中间上的生存的空间 越来越小 但是呢 总结来说 就是说 我们要看清方向 你要看清资源在哪里 然后整合这些资源 然后呢 就是说 像管理市场技术这一块 像我们呢 就是说 我们 我们虽然就活全店 我们是服务型的 但是我要怎么更新 那我 比如说 我们 我有市场的平台 然后有管理的平台 那我这样就是有效率 怎么有效率 当然还有就是说 我们要带年轻人到界子团队 那基本上呢 那我们刚才讲 产品期间 平台型 然后现在当然 还有APP 也接着开发APP 所以我的理念呢 就是说 我这个回宣店 我就做了很多年 那我自己 我有我的经验 很base 在这个基础上 虽然不能像航空不简单 但是一个base 是一个船 那我上面呢 我来做产品 我来做平台 我来做APP 这样子 然后呢 用这个来带动 所以我虽然做的一些东西比较多 但是我是有 有个整合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那所以呢 平台的特点呢 就是说 网站和平台有什么区别 常常有人跟我说 给你750块 你做个 Amazon给我 我说那不是750块 可以做得出来的 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他说 不是我这样做一做 Facebook 我这样放放图就好了吗 实际上呢 是因为做了很多的 这个function 所以你才很容易用 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作为平台的这个创造者 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 大部分呢 它是抽成的 当然也有是 就是免费给人家用 然后做广告 大概就两种模式 比较多 那这个呢 主要是走量 比如是说像这些 你说抽8% 可是你Critical 可能抽掉 5%就用 所以你剩下来 只有5-6% 那你 可是呢 这个是像种树一样的 然后你把这个树 种起来的 就一直有果子吃 是有点这样的意思 那产品型呢 原来呢 就像我们如果软件 那以前要销售团费了 可能一个软件 不管是我们 还是其他人做的 可能是几百块 几千块这样的 商业的几千块 那如果是特别开发 可能是几千几万 或者更高 但是现在的趋势呢 是收月费 所以就是要改变 以前是desktop型的 现在我们也比较多 做online型的 那APP呢 又特点又有不一样 就很少人去推销 那大家都是去搜索 然后呢 这个呢 价钱就放得更低 也有超过十块钱的 但是大部分就是 他们这些平台 建议你不要超过十块钱 有的甚至九毛九就这样 那就走不了 几块钱 那而且呢 就是这个基本上 很少人再去有销售 就是去搜索 所以有的一个好的APP 可能有一百万人去点的话 下载 真是的 有的也很新 你知道吗 那就一百万年金 这样子 那服务形式主要是靠劳力 那我们呢 在这个的架构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呢 我们做了一个自动化产品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物联网产品 那然后呢 这做了几个平台 那自动化大家比较知道 但是自动化很多 对不对 那我们就找到一个切入点 就说OK 我们看到那个行业 比较没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实验室 他们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开来 开发了一个自动化产品 然后呢 物联网呢 是因为比较新的东西 IoT 可能很多人知道 那这个呢 因为也是比较新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比较喜欢做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呢 比较困难度比较大 但是呢 技术是比较强 但是如果你做起来了 你相对的来说呢 回收比较好 竞争比较小 当然产品销售平台 我等一下也有讲 那个瓦国教学平台 那这些呢 我们也做了 我们也希望是说 我们在有更好的推广 还有商业费这些平台 人才的平台 还有这个资金和项目的这个 这个平台 当然我们不断还继续的在做 网站设计啦 这个我们有软件开发这一块 那再具体一点呢 比如说我自动化 大家都在做 那我怎么呢 我就来突破 说我要 我要创新 我要独特 对吗 那大家在做 那我有什么特别呢 所以我们有申请专利 那那个是 Pattern Pending 那这个以后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就是说 花很多钱 去申请专利 我们呢也花钱 但是呢 神保守 我们常常祷告 神也给我们 能找到 我们一方面自己做一些 而且是 能快速地找到比较好的 适合我们的律师 那物联网这一块呢 就是说一个呢 这个是我们物联网的产品 那这个我们里面也有一些 那么我们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也找到一个切入点 物联网很广很广 你任何的就是说 Internet智能化 跟这个device 连接就叫IoT 那我们在这个 很Hot的风口 我们就去找一个切入点 比如说我们就找气体检测 这样子 那么我们可以在NarrowDent 可以测空气 可以测有多有害气体 这样对别人是有用的 那我们呢 就有做两种 那一种呢 就是我们叫固定式的 就是Fix在那边的 那这种呢 是手机式的 那而且这些呢 就是说 这个不光有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有Developer App 最新的就是有App 然后这些信号 就存到那个 就是Send Out App 就比如说 如果这个药化碳超标了 那么这个App就知道了 是说我们这些 当然是根据那个安全 是说 哦这个超标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呢 可以Send Notification 给 Whatever Me 就事先设好 那还可以送到Cloud 那这个Cloud 跟那个网站的Cloud 是不一样的 那而且呢 这个我们就结合3D 来音机 现在呢 有很多的成功模式 当然我们也找过 国内的生产商 实际上后来我们用3D 当然也花一些时间 那现在3D打印机 打出来的这个螺丝 是可以上得很好的 所以就是说 你要不断地把这些新的东西 融会贯通 所以那 当然在这些平台里面 其他可能已经有人在做了 那我后来这个众筹平台 也是会祷告出来的 因为我有时候 我做这个工作 我就想说主要 你还要我做什么 那我是没有做过finance的 那神就跟我说 做众筹平台 我有打算说 我不知道怎么做众筹平台 但是我在关注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难了 我好像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而神就一步一步留待 所以 那这个当然呢 国家有regulation 所以我们还在申请的 已经差不多好了 那这个呢 它不光是regulation 就是说你要把 它的regulation 我们要用我的program 去自动的去 什么叫平台呢 就是你很多要自动 是自动 是平台在做 不是你在做 你还是人工作 你都太慢了 你的cost 太高了 也不够快速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平台 打开一个方号 就是说 我后面可以再讲的详细一点 所以就是 总的来说 这平台呢 就是说好 就是它是会接 就是这边的人 也在把资料放上来 这边也放上来 然后有自动的一些的功能 然后来帮你处理 方式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也是 不光是大宗小型的公司 我们都来服务 那当然我们就是说 即使是这个 我这个服务型的 我也会创新 比如是说 我们在做网站 做了20年 对不对 那每一年网站的东西 不要说每一年 扣几个月又不一样了 那我们怎么去创新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等一下会重点介绍一下 SEO 就是说你的网站是一个公司 还是比较重要 Centralized的 你怎么把它来做得更好 还有就是说 那个VR 我们可以帮客人做VR 那那个就是说Virtual 就是说好像你是很身临其境的 不像一般的Virtual 这是一个特别的技术 有比较3D 而且呢就是说 这个在做Training 或者是在做这个 参试的时候 very impressive 这个我们也在当时可以做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也做过各行各业 我觉得神也很恩待我们 那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有的时候不容易找SELS 但是呢神就真的很恩待 那我们帮Medical Center 也做过项目 还帮一个大薯的地学院 也做过项目 那也帮南亚薯教做过项目 像南亚薯教这个就是这个老板 他说他祷告 然后看Yellow Page来找到我们 然后所以我很感恩 就是说像就是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努力 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圣经的 使用我们有两个律 一个叫众与收的律 就是说我们要跟众 我们要努力工作 还有一个叫祝福 就是有的时候是神 可以照自然的来祝福我们 那有兴趣的 常常可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这个分享 那当然我们也做过一些进出口的 进出口 有的你觉得是说 进出口不是有些软件吗 但是它很分散 就是我举个例子说 为什么你需要有高科技的东西 像我们一个客人 他是 他可能 他是说他一个会贵 这个item 贵一分钱和便宜一分钱 可能就决定他这个赚钱和赔钱 或者拿得到订单拿不到订单 所以我们就帮他有很多算法 就是说让他不在的时候 他的manager可以最优化的 又能拿到订单 又不然拿回钱 所以就是说软件有很多 超出你所求所想的一些东西 可能你没想到 那当然我们也找各行各业的这些 就是也做过各种的软件 我就发现是说 实际上这些人 为什么愿意花钱 让我们写软件 因为他的管理模式 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那他有一点 比如说我们帮一个蔬菜公司 写的软件 大家可能用Quibox 我们也在做Quibox 但是他们就说 我的deliverer的人 去东西南北 我每天把那些 Numos运出来 然后去分分分 我有三个五个Department 那又去分分 那这个人要去抓货 但我们把这个去自动 那他去找老美公司 有一家说 我们不做Customization 有一家是说 你家这两三个方式 我要收你五万块 那我们就从头到尾 把这个整个的人 也做起来 当然我们也 现在还有一个流行 就是说 有些的公司在做 它不是销售平台 对接平台 它是一个平台式的软件 然后又能让你Customize 那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缩短这个开发的时间 对客户来说比较快 但是那就是Initial做得少 但是它有些月费 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讲多一点 那我现在重点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SEO SEO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名词 大家知道这个名词 对不对 就是说是搜索引擎的优化 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因为现在各行业都上网 对不对 那人家在那么多的 众多的网站里面 怎么找得到你 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那我记得我们这个20年前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帮一个花店做了一个网 他还没有来得及来学怎么去看订单 订单都已经来了 因为那时候很早期 哦 他是very exciting 但是现在也比较不可能了 我们都实在的告诉客人 你中文网站你要做优化 你要做promotion 不然太多了 那所以这个SEO是在这个自然排名 我们讲自然排名 就是说你不做Google广告的情况下 你怎么排名排在前面 那你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讲 当然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业务嘛 对不对 还有呢就是你怎么找 让潜在的客户很容易找到你 很准确的 找到你不会是说好像是 好像跟这个没关系不是 都是很准确的 还有呢不要误导人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为什么要提呢 大家一般的人的概念说 我的网站就是个digital catalog 实际上不限于这个 当然function的部分 我今天就不讲了 最主要就是这个大家最近问的比较多 那就是说这个搜索引擎 这个Google啊 雅虎啊出来 他是为了大家很容易搜索 然后希望你做广告 对不对 但是他就像yellowhead 你做广告他也要放 那你的基本listing他也是要放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他希望你做广告 但是他又provide free service 那他现在他又不断更新 一个呢是他本身希望效果越来好 第二呢 他也希望说 你原来排名好的 你透过你的SEU的effort 现在跟海域都怎么好了 那这变成我们就很忙了 帮客人一直要更新 那所以就是说可能去年 你觉得你排名好的 今年可能排名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持续性的 那当然你要有时间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SEU 这个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里面呢 当然有些technical的东西 我们会帮客人做 那这个整个的演变呢 是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以前你是说 哦 找人click 对不对 你排名好 现在这个根本不管用 还有有的人呢 在网站下面就是放很多 希望人家来 放好多我们叫keywords 你知道吗 那或者呢 那被发现不好 他又用白色的字 在白色的背景下面 也人看不到 现在这些窍门都不管用了 你必须要有实力 要知道 technology 它是怎么排的 所以我可以稍微 当然里面很多 很多 我只是提几个 比较重要 大家比较容易 听得懂的东西 比如说speak 大家猜猜看 是说一个网站 你大概要有多快 才能抓住客人 或者说统计来说 一般人在一个新的网站 待几秒钟就走 猜猜看 很快 很快 三秒钟 一般的统计 大概超过百分之五六十 大概有一个统计 所以速度现在会非常快 你不要有人 也许你说 你有网站 哎呀 有网站 这个太普遍了 我儿子都会做 对不对 不是那么简单 第二个就是说 responsive 我看很多的网站 甚至一些老美的网站 老师 就是什么叫responsive 就是说 它的那个网站 到了手机上 size 整个layout 是一样的 那个就不是responsive 就是那个呢 是在搜索引擎上 一个蛮重要的标准 如果你还是老式的 你的排名会往后面 自动会往后面 当然客人也不如看 那还有就是说 你这个横的 竖的 OK 那这个responsive 在自动的调整扣 这样子 就是 横的就要来横的排 竖的就要来竖的排 就好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要测试 在很大的屏幕 当然 不仅仅是这个屏幕 大 就是说还有我们 讲resolution 那你横的竖 tablet 横的竖的 手机横的竖的 不同的blowser 都要看上去好 还有有些客人 是把屏幕 half and half 你都要看上去好 那这些才算厉害 你的排名才会好 还有就是说 那个怎么叫 使用方便 有的人的资料 你就不organize 人家不容易看 还有呢SSL 这个呢 很多人可能 不是那么太了解 以前呢 只有你坐购物车的 那因为呢 你客人要把 那个quartic card 放进去 所以呢 才需要这个SSL 它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我这有解释在上面 就是说是加密的 比如说你 这个quartic card的 16位数字 对不对 那你传输的时候 可能被人家截取 那你就被人家盗用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SSL 它是一个inclusion 就是说这个4256 的quartic card 在传输的过程中 它把它翻译成别的东西 然后回去的时候 它也翻译回来 所以你中间 即时被截取 它不会怎么样 但是呢 原来只有是有 购物车 或者是有编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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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一定需要 现在是 pretty much要求全部 不然呢 你的网在前面 有个 not secure 就是你如果 用google chrome 所以这很多新的东西 你要了解 不然还有呢 如果是你的客人 有用那个叫 那个叫 有些的antivirus software 就跳出了一个 大大的红的 这个是危险的 你要不要go ahead 都那么大红红的 一个小小的字 你要不要go ahead 还要点两次 因为别人 一定不会点 所以有的时候 你loss a lot of customer you don't know 你知道吗 直到有的时候 有客人告诉他 当然我们从去年开始 一直在给客人宣传 你要加这 你这一年只加几十块钱 但是是一个money set 他不知道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 就是不断地 教育客人 那所以我们讲快速 基本上现在统计 那是16年的统计 百分之13的人 在那 不会超过三秒钟 那你说这些 那你的internet 可能快啊慢啊 你这个标准在哪里 有一些的网站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他就有那个叫 what side speed test 那我们做完呢 我们现在就很 告诉客人 就是说我要 做尽量快速的 像我们自己的网站 我们最近是 推出了一个最新版本 我们这个很牛的 是1.63 1.63秒 当然他有从两个地方去测 一个从Washington DC 一个从San Francisco 一个是2.73 所以就是说很多的都是 我们做的东西都很实实在在的 说我真的是要做得好 做得快 而且现在这个你手机 有的人说他不care 实际上真的需要care 那还有呢 就是说这些内容啊 什么的 所以现在做一个网站 是一个蛮整体性的 那OK 还有就是说 我想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Google呢 大概是分这几个区 广告区 地图区 自然排名区 那我们呢 就是比如说 像我们有些客人 我们在帮他也帮他做广告 那做广告为什么也需要我呢 我们需要帮他优化 你怎么用最少的钱 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呢 你如果是看到那个AD 那个就是有复刻的广告钱 像我们有些客人 我们就帮他combine 像有些的成功案例 当然我们有的排名 也是蛮好的 就是说 commitary internet accused 我们是第二个 实际上是第一个了 前面因为都是广告 那比如说 你不要说 哎呀 我对他很大的公司 才有钱做这些广告 那我 像这边 大家可能知道老郭照相 我们大概四年前 就开始帮他做这个promotion 他的排名一直很好 你知道后面 有的跟CVS去比的 你知道 他的排名非常好 那在Google的那个地方 他两个比较基本的关键词 一个是Visa Photo Houston 一个是Pasper Photo Houston 那我们他排名都是在 Map的area就是第一 在那个自然排名的地方呢 他有的是第二 有的第六 这已经很牛了 因为这个竞争很激烈很激烈 所以呢 对他们来说 这个生意 对他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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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